得的投降 是要好好專心的來處理官司 甚至這個藍營議員 還拿出了賴清德的頭像 上一次的臨時會 那時候你根本還沒被起訴 這一次你已經被起訴了 你還能站在這個主席台 我說實在的賴清德在這裡 賴清德在這裡 你們要不要 聽聽賴清德以前怎麼講 要不要說 黃偉哲你站起來 民進黨在議員裡面 偷偷站起來 向台南市民道歉 對於藍營的質疑 其實議長邱莉莉方面 是表示說 臨時會開會的時候 不要浪費人民的血汗錢 要讓程序有所進展 面對於藍營議員要求要請假 其實邱莉莉是多次的重申 今天已經簽到了 沒有必要請假